好了 我们终于有机会拿到一台短轴的三系了 你看空间大概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相信这肯定不是你们关心的问题 因为你要大后排 你直接买长轴了 相比空间 我相信你们会更关心 到底它有没有防轻感 因为之前我在车展蹲下去看 它是没有的 但是后面又找到一些官方文件说 它有 我们现在终于可以把它放到升降台上面 现在我们看到无论从哪个角度上面看 这一台325的短轴 它都是不带防轻感的 因为这台车其实它也只有在海外版330以上 才有防轻感的 虽然说防轻感是可以加强左右轮的连接 让尾部变得更加的活跃 但是它也不是悬挂部件的一切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试一下 到底这台325i是不是就像长轴距一样 开起来那么软啪啪 舒适性就是它的一切 其实上手这台3系我就觉得 好像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因为它这个悬挂真的不是那种纯软的调教 我觉得从刚才我过减速带这些情况去判定的话 它应该是比长轴距的软硬度是有修改的 这种特性在你变道的时候就更加明显了 而且在你转弯的时候 其实这个尾巴你感觉来的也会更快一点点 其实这有点像我们上一代里面 那个长轴和短轴之间的区别 这个ESP只要没有介入的话 你会明显感觉到你在给油的时候 这个尾巴是会往外走的 但是这个车你一掉头的话 它还是会先介入 然后有这个明显的推头的情况 既然我们今天只是驾驶嘛 我直接呢把这个模式调到了 SPOT PLUS 居然呢 现在一台普通的325呢 也有这个SPOT PLUS了 而且你看着SPOT PLUS了 它还有防滑的 我觉得这个呢 真的是安全 一换了以后 哇 它的这个油温响应简直快到了 这个变速箱 哇 太积极了吧 而且这个动力输出呢 哇 在你轻点的时候 你真的不会相信这是一台最低配啊 这个最小马力的三型啊 不好意思啊 后面还有一个150多匹的320啊 你每一次换挡 无论你用手动拨片 和用这个自动的模式呢 它的换挡呢 特别的积极 你看我现在松了脚啊 这个转速一直就hold在四五千段 很久都不下来 每一次换挡都铿锵有力 它真的是能给到你一种这种 正在自己控制这台车的这种感觉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驾驭感 就是这种顿挫是好的 我换了SPOT PLUS 我还不知道顿挫没 我已经预料了有顿挫这件事情啊 哇 这个鞭子枪 一给油下去 但是这台车系有一个我特别不喜欢的 它这个方向盘的反馈呢 是特别特别的假 虽然这个车身呢 这个动态我觉得比LI好了很多 但是这个方向盘的转向呢 你看 它在SPOT PLUS的模式下很重 它的这个转向的区位又很少 但是因为这个悬挂呢 真的不硬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车头过了去了 这个车身呢 过得来又相对来说会慢了一点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台车开起来是乖乖的感觉 因为很多人呢 会说啊 这个之前呢 上一代的3系嘛 改成这个电子助力 它的这个方向盘的反馈不够啊 这个太轻了 那现在呢 其实新车会把这个方向盘变得更重啊 但是它重得来是假的 其他这个转向呢 会有点像朱利亚 但是 它的这个悬挂啊 这个支撑呢 又没有朱利亚这么硬 这个3系这个我是真的觉得 不是我喜欢的风格啊 所以呢 我告诉大家一个调节的好办法 我们先把它调到这个 个性化配置 然后把这个转向系统呢 调至Comfort 而其他呢 是调至这个SPOT PLUS 我觉得这是这台325 最好开的时候 反而这种特别轻的方向呢 其实你对它的这个路感的要求 就没有这么高了 它跟这个车身的姿态又比较匹配了 我觉得这个呢 是最适合驾驶这一台325i的一个方式 它能激起我的这种驾驶欲望 开着Li的时候呢 驾驶欲望几乎是零的 我觉得Jacky说的是对的 第一次在宝马上面有这种 沙发的感觉 3系吧 宝马的话 不是就5系和7系呢 7系我没说过就当不存在 你说 它会比Li快多少 我相信也不会 但正是这硬了一点点的悬挂 多了一点点的操控 和短了一点点的车身 让这台325i呢 比起Li 3系的感觉 回来 多了不止一点点 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太美好了 这个3系的感觉又有 5系的这种质感又有 你会觉得这台3系 这简直无敌了吧 但是啊 我要提醒你 是在没有到达极限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把这个油门一下踩到底的话 踩到底 这也太慢了吧 因为这一代325呢 其他这个加速呢 比起上一代的320呢 是要更慢的 特别是 你过了80以后 哇 我管你用多少转 这个车呢 就真的是 不怎么走的感觉 反而是 你慢慢开 你真的以为它有三四百匹 第一脚下去 你看 我还以为是个V8呢 让这个油门上映 哈哈 这个尾巴其实还感觉还是蛮不错的啊 就是你看 它会先推 然后尾巴再介入 但是如果你真的把它推到极限的话呢 其实你都会 其实这台车的信心呢 无论是相比起之前E世代 或者是F世代的三星呢 它都是没有这么足 因为毕竟这个车身也是更大了 这个整个调校也是更舒适的 车也变得更重了 那样这台车呢 在极限的情况下 它可能不是车迷想象中的那一台3C啊 但是 只要你放明心态 这台车在没有到极限的时候呢 是真好开 很多时候我们说啊 到底什么叫好开啊 那我觉得每个人的心目中定义都不一样 如果你以一台M3的标准 去要求一台3C的话 那我觉得在今日今日啊 它肯定是不现实的 因为毕竟宝马是要卖车的 如果你又想要运动 又想要舒服 又想看起来特别威 还不想多花钱的话呢 整所谓来找 要有意外 要有意外 讨快了 那这台325i呢 我觉得可以给到你的东西 真的是很多的 就像是一个这种大礼包一样 之前我说啊 如果你喜欢驾驶的话呢 CT5呢 是比325i更好的选择 但是开完这台325i以后 我现在又站回3C这里来了 因为它整个车是更合理 更正常 最主要还是这个变速箱 它给这台车带来的这个优势是太大了 因为我们在驾驶方面 你无论多少动力 其实我们人和这个车轮中间啊 和这个发动机中间 永远隔着就是这个变速箱 你有多少马力 没有一个好的变速箱 一个不听话的变速箱 永远都表现不出来 其实你看到它这个驾驶的用料呢 并不是特别的好的 180多匹的发动机 这个ZF8AT啊 这个用了好多年了 然后这个悬挂呢 全是这个钢制的悬挂 没什么太出彩的东西 但是它真的就是一个这么平庸的硬件 就调出来了一种 真的你在其他怎么用料的车上面 都找不到的那种平衡的感觉 如果说3系是一台很平衡的车呢 那其实这台325i呢 它的平衡可能就 比起以前多了一项什么呢 多了一项这种豪华和质感了 好了 那到底我们值不值得 为了这多出来的一点操控和机型 去放弃它的空间和实用性呢 其实啊 这一代的3系呢 我觉得它是史上最稳的一台3系 它开起来呢 有点像5系的这个感觉 所以其实它长短轴呢 更像是5系的长轴和短轴 那如果你要让我选的话呢 我是肯定会选一台长轴的 因为其实在这一代里面 你看这个高低配样子差别也差不多 最重要是什么呢 C柱那里没了原来那个L标 就算你买一台长轴呢 人家也不能一眼看出来 也没有人会觉得你没有追求 对吧 所以呢 既然你要舒适取向 那我就建议你舒适到底就OK了 那但是 如果是330的话 又会怎么样呢 它会不会又是同一个故事呢 我不知道 到时候我们试道车再跟大家分享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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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